安逸轩结婚伴娘团,尴尬何止陈乔恩? 安逸轩结婚伴娘团,尴尬何止陈乔恩?陈妍希和杨蜜也躺枪。 2017年3月15日,安逸轩通过微博宣告与陈荣恋的婚讯,于6月5日,将在夏威夷举行婚礼,除了婚礼本身让人备受瞩目之外,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伴娘团了。 都知道安逸轩是娱乐圈内的性感女神之一,女神出嫁自然这伴随的伴娘团也是美女如云。 圈内的好友陈乔恩,东选,吕一,闲子等人出席。 娱乐圈行业内的人结婚,那是一个将另一个给比下去了。 这边惊喜不断那边就更高一筹,不仅婚礼现场上的新年新郎让大家期待,更让大家期待的是新娘的伴娘团中海游那些女神还未找到自己的对象。 在安逸轩的婚礼上竟然是好友陈乔恩抢到了捧花,这样的幸福到来是不是意味着陈乔恩的另一半已经出现。 安逸轩结婚当天抢到捧花的她为好友发文,当奶一步步走向小叮当,看到头杀下奶的泪眼,亲爱的。 奶们找到了最幸福的彼此,奶说奶找到了一个把奶变成猫猫的人,哈哈,好可爱我,哈哈,那一刻我们都哭了,亲,亲,我的亲爱的萱,这一刻整个宇宙都在为你们开心,深深的祝福,永远幸福,亲,亲,爱奶,爱你。 捧花直直的飞过来了爱奶说奶是不是有超能力。 微博底下粉丝们纷纷写下期待与你也会一步一步踏实的走向属于你的幸福。 安逸轩半娘团的礼物就是精心设计,橙色给人庄严,尊贵,神秘的感觉,橙色又是颜色从最暖的颜色,这样的半娘团礼物很独特。 看到安义轩这样的婚礼场景,不由得让大家想起Baby与黄教主那场惊动霸壁江山的婚礼 然而现在看来Baby的伴娘团确实有些让大家失望了 Baby伴娘团礼物选用的是紫色,伴娘团中有妮妮和李冰冰,台湾歌手林欣扬等出现在伴娘团中 紫色是由温暖的红色和冷静的蓝色化合而成,是极佳的刺激色,而服装的设计上却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 相对来说杨幂结婚的时间要早些,杨幂在圈内也是好人员 众多主刘诗诗,刘亦菲,舒畅等都是好友,可在杨幂的婚礼上就仅仅有唐嫣一个棒扬,大秘密的婚礼还真的别出心裁 若是现在举行婚礼估计就不会只有唐嫣一个伴娘团了吧 刘诗诗与吴启隆结婚虽没有皇教主与baby那么沸沸扬扬,也不在高调的范畴内 然而刘诗诗诗的中式亲羊服却别受大家喜爱 他没有出现在杨幂的婚礼上,自然杨幂也没有出现在刘诗诗的婚礼上 刘诗诗在圈内的人员也不少却选择了步步精心中地好友来做伴羊,刘新忧,叶青,郭小婷,全是新娘子步步家族里的好姐妹 陈晓与成员西阳过于孤骨从剧本走到现实,伴娘团的整容也不能忍忽视,伴娘团的礼服与整容也深深吸引了大家 在陈小编上的就是陈乔恩,陈乔恩一直忙于拍戏一直希望有机会多交一些朋友,然而自己只能在参加节目或拍摄作品的过程中交朋友 若是陈乔恩与谢娜早一些相识并成为好友,相信谢娜与张杰的婚礼上伴娘团一定有陈乔恩,相续赵丽莹也会在伴娘团中吧,可惜他们相识得晚 陈乔恩送走了那么多的好友,也见证了好几对新婚好友,可他还一直独善其身,希望他的白马王子能早点出现,到时也想看看他的伴娘团中有哪些人出现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